香港第一代電視小新梁天,上個月病世,在年87歲,4月26日出品 大念而失後,天宿的侄子受風為朝補出,能夠移送到哥連神國火花 和天宿的私益友的劉錫賢作最後答辯 希望他在另一個世界裏面可以繼續開開心心 因為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話說,人都已經去了 其實我們現在是很不捨得,天宿離開我們 因為一個這麼好的謙謙君子 就算他最後的日子裏面都陪著我們的時候 我們跟他一起去玩,玩得很開心 但突然間他離開我們,再不可以在這裏見到他 所以我們都很傷心 希望他在另一個世界生活早些 天宿就算他沒有這個靜的時候 他都沒有什麼好說 他有一個很安靜的,平時他在旁邊看著我們去玩 每一次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有很多金句 突然間突然爆了一句對白出來 可以令到全場的人都很開心,很歡樂 所以他絕對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一個著者